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這一節本身是一個特備節目 我們其實之前做了兩節沙盤推演 這節本身是第3節 今天 錄音時間是9月24日 香港時間是下午 為甚麼 這個時間才出呢 其實早在兩個星期之前 我們已經是量度了這個系列 9月10多日 這個系列的時候 其實主要是針對俄羅斯 我們 在沙盤推演的兩節 都是說俄羅斯對於中共 其實是虎視眈眈 一直心懷不軌 今天 最新的消息就是俄羅斯 向東北方面的邊境增兵10萬 準備 中共一旦倒台 他就會即時侵略 這個 俄羅斯人對於中國的東北 一直都記憶很久 在清朝的光水時代 已經是在侵略 再說回以前的愛輝條約 尼布楚條約 在乾隆年代簽訂的 條約 俄羅斯 已經侵略了當時的滿清 不少的領土 而後來到了八國聯軍之後 就更加是無忌憚 因為 列強一不入侵 現在 俄羅斯 也看準了中國 的問題 即時在東北 陳兵10萬 隨時準備攻入東北 我們 要看回整個沙盤推演 我們一直 所以認定俄羅斯 其實是會在最緊要關頭 為中共 送上這口棺材 這個 其實俄羅斯 一直以來 就有一個計劃 侵略中國的東北 就叫做黃俄羅斯計劃 這個是當時沙皇的尼古拉二世 其實是一個 當時也算是紅材大略 因為在他那個年代來說算是 一到 野心就是侵略中國 從新疆 中俄邊境的喬哥里豐 直到海參威或直線 將這裏以北的土地全部劃歸俄羅斯 這是他們的計劃 1900年7月6日 沙皇尼古拉二世自任總司令 動員18萬軍隊 分六路大舉入侵中國的東北 沙俄除了 和八國聯軍共同行動之外 還單獨出兵 要霸佔東三省 當義和團運動發展到東北地區之後 俄國人以這個為藉口 7月30日 佔領海拉爾 輝春和伊蘭 8月3日佔領哈爾濱 4日佔領愛輝 迎口 29日佔領齊齊哈爾 和寧古塔 9月1日佔領了 佛羽 即是白都立的地方 22日 9月22日佔領了吉林 28日佔領了遼陽 10月1日佔領了鳳天 即是瀋陽 10月6日佔領了鐵嶺 31日佔領了錦州 東北的主要城市和交通線都被沙俄侵佔了 當時 其實沙俄入侵東北和現在的情況都十分之相似 東三省復原遼闊 物產很豐盛 也有很多天然資源 也有很多天然資源 也有石油 一直以來都是 戰略的位置 而且當這個40年代 打完日本之後 日本投降之後 其實東三省 是佔了全國的經濟超過五成 你可以可想而知 現在那個 政治環境 跟當年 120年前 十分之相似 120年前 這個中國 當時的滿清政府 中庸 他們的義和團 燒教堂殺羊人 得罪了全部所有的 在 在 滿清在華的洋人 殺了很多人之後 英國 美國 法國 德國 這些政府 十分之不滿 所以聯合出兵 對付 教訓在這些妖人 主要殺了很多義和團 好了 滿清就佔敗了 令慈禧要逃亡 去到世安 我們看到 這個是當時中共 不是中共 中國 滿清帝國就被八國聯軍 打敗了 現在的歷史背景也十分之相似 我認為俄羅斯是看準了現在的歷史時機 西南有印度和中共 隨時準備開拖 日本也擴充 新手上上台 隨時擴充 也宣佈了 日本也擴充 也宣佈了 要行使這個地方的主權 日本也擴充 也擴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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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也擴充 也擴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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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擴� 去時準備 如果中國 跟任何一個地方打仗 他首先 如果跟印度開戰 他一來會在背後支持印度 甚至為他提供空中的掩護 在空中消滅中共的 空軍 令印度軍隊可以長距直入 如果 他在南邊 跟 台灣 發插槍守火 甚至正式交戰 這個更加是 開心得不得了 因為美軍很快可以把中共的軍隊全面消滅 他在東北的軍隊就可以長距直入 佔領整個東北 我們看看 百多年來 中國的東北一直都是俄羅斯虎視眈眈的地方 由清朝到現在從來沒有變 所以 當時我們沙盤推演第一節 就即時分析了俄羅斯是會毫不猶豫出賣中共的 當時 其實沙俄 是侵略了東北之後 其實他是為了遠東的 軍事擴張 以及 他在遠東地區可以建立一個更加大的大國 現在 還牽涉到日本的情況 因為他看到日本 正式為釣魚台 準備恢復他們的管治權 還要建天文台 很明顯日本就態度棄硬了 隨時跟你中國動手 中國在 幾個地方都開闢戰場的情況下 是沒有可能的 只是日本也足以打散中國 海軍和空軍 是可以消滅你的 日本的自衛島的實力跟美軍是沒有分別的 我是說 你看一下 當時 日本也試過滿清奪回東三省 因為 發動了一場日俄戰爭 因為 俄國 出兵佔領了中國東三省之後 佔領了五年 到了1905年 日本 日本就沒有辦法了 也忍不住 所以 滿清奪日本當時就商量 能不能找日本幫忙 所以 日本 發動了日俄戰爭 清朝還派軍隊去幫拖鐵門 共同抗擊俄軍 打了一年半的這場仗 日本 死了10萬人 俄軍也大敗 亦都徹底退出東北 日本軍隊 將俄國軍隊在中國 東北驅降了之後 日本 將 大部分的東北土地還給大清 當然 他是一個戰略的考慮 因為 當時他們已經是制動做大東亞的 共榮圈計劃 當時 首先要掃除大清的障礙 而 趁機 在東北取得到他的利益 最後 俄軍擺退之後 清廷和日本 談判了一個月之後就簽訂了 會議東三省事宜政約 以及扶約 作為日本從東北撤軍的條件 在日本方面 這次 出兵抗俄的政治報酬 第一就是 割讓女順大連兩處租借地 第二 割讓南門鐵路的經營權以及 完善的臨產 擴產 這些地方全部被他包辦了 第三 就是允許日本在南門鐵路 兩側駐軍 美其鳴保護鐵路 實際上當然是 隨時準備要侵略 當時雖然割讓權益是被認為外國行為 但是 趕走了日本 俄國和俄國這兩隻猛虎臥狼 換回東三省 當時 其實他們也覺得是有好處的 因為事後 起碼你 只是給了部分人 比沒有了 當時滿清基本上是沒有能力 跟日本打仗 所以 當時 日本做了這個決定 到了1945年 俄羅斯就作出反擊 當時的蘇聯軍隊 因為看到日本戰敗 他就即時在日本 投降之後就出兵 將日本 在東三省的所有東西 全部交給中共 基本上 這個中共就等於是一個俄國 蘇聯的代理人 由蘇聯幫中國打一場內戰 幫中共打一場內戰 最後趕走了國民黨 我們可以看到東北 日本俄國 一直是爭奪不休的 一直是爭奪不休的 現在 他看到 俄羅斯看到你東北 日本動手 南邊又有美軍 西邊 又有印度 他不介意差距過來 現在中國 這個共產黨政權 是處於一個四面仇敵 四面錯過 四面被包圍的情況 SAPRO推現 下一步 我們就再跟大家說 一個人這方面 我會看到 或者是超過三面仇敵 我們裏面